为了提升民众的工作技能 市府劳动局在府前的广场 举办了职业训练成果展 即现场的征裁活动 展示了美法、按摩等职训的成果 并且邀请了40家的厂商 提供职训服务 以及释出了1700个职缺 让民众现场谋合 并且了解到职业训练的重要性 美法师在台前 为模特儿整理头发 台下则有视障按摩师 现场为劳动局官员按摩 这些都是市府以及劳动力发展署 所办理职业训练的成果 现场也来的许多民众 前来了解职业训练课程 以及寻找职缺 之前是自己开店了 现在想说找看看 有没有比较好的职缺 可能传统产业吧 主要是看看 有没有适合小孩子的工作 他是在做服务业 没有找一个固定一点 因为服务业有时候不是很固定 像打工类的性质不是很固定 民众前往摊位 了解各种职业训练服务 听取服务人员的解说 现场有各式各样的职讯课程 从水电 大型机具驾驶训练 3D练义等项目应有尽有 提供想要转职的民众不同的选择 我们有自办的训练 以及委托相关单位的一些训练 包括失业者职业训练 以及产业人才投资计划 再者劳工的训练 那最主要我们训练完毕之后 会辅导考证 还会推荐到就业厂商里面 那现在各位看到在我后面 现在有点痛了 帮我按摩的我们这些师傅 那也是我们身脏者职业训练的一个部分 那市政府在这个 如果有来过市政府的市民 也有看到我们市府里面 有所谓的按摩小站 那这不是只有在市府里面 我们桃园市很多地方 都有我们这四脏按摩的朋友 如果民众工作很累 像秘书长这么累的话 我们也欢迎各位 可以来给我们的师傅 按一下 按完之后一定精神百倍 除了职训 真材摊位之外 现场还有提供摸彩 美食试吃服务 让现场时大牌长龙 另外也有街头艺人 现场执着造型气球 让职业训练真材活动 增添了许多活泼气氛 台湾有些新闻 浩萱师傅长报道